社工系的學生 嗨,我是醫務社工師安德魯 Andrew,由我一切都安安 這是一個以醫療和社會工作為主的頻道 提供白化醫療照顧技巧、社會福利與服務輸送等資訊 給社會大眾社工系的學生或是正往社工生涯前進的每一位 一些滋養或是工作技巧等知識 希望對你有幫助 喜歡請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分享給有需要的朋友 接下來有三集的時間來討論機構相關的問題 跟大家討論一下安置機構的類型個案 在台灣有許多五六七年級的同學 小時候的卡通影片 華視卡通小甜甜 從68年7月開播到同年的12月 70年代又重播了好幾次 敘述孤兒小甜甜一生的奮鬥史 其中有傷心、有歡笑、有甜蜜、有溫馨 對於孤兒院的印象 大家大概是從那個時候 對孤兒院有一個比較深刻的印象 當時所用孤兒院 就是現今兒少福利機構設置標準的 第二條、第一項、第三款 安置及教養機構 目前安置教養機構是指 辦理下列對象安置及教養服務的機構 第一、不適宜在家庭內 教養或陶家之兒童級少年 第二、補醫兒童級少年 第三、未婚懷孕或分娩而遭困境之婦姻 第四、以本法第五十二條第一項、第一款 及第二款規定 應盡力靜止或盡力矯正而無效果之兒童級少年 第五、有本法第五十六條第一項、各款規定 情、事、應與緊急保護、安置之兒童及少年 六、應家庭發生重大變故 以致無法正常生活其家庭之兒童及少年 這是本法的六十二條第一項 第七、兒童及其家庭有其他依法的申請保護之情事者 所以安置機構收這一些人 所以呢 現在的安置機構裡面 牛鬼蛇神的青少年 就進入到青少年的社會工作系統中 而最無法工作的就會進入到安置機構當中 目前臺灣安置機構就像劇中 衛蘭青少年恢復中心 在天鄉中有圍牆鐵絲網的機構 或是進入機構會有一道一道的鐵門 像監獄或者是精神科的病房有門禁管制 在臺灣青少年替代式的照顧模式下 可分為以下四種 第一種 寄養家庭 又可以分為保母式的 或是針對嬰幼兒做寄養 還有另外一種比較常見的是 寄養家庭的模式 主要是兒童 有些寄養家庭也有收青少年 國內最主要負責這兩大業務的單位是 家福基金會跟世界展望會 第二 親屬安置 由政府評估適合的親屬家庭 代為照顧、養育、保護 第三 第三人安置 可能是師長或者一些可敬之人 第四 兒少安置教養機構 兒少機構最大部分 會以年齡做劃分 或者按性別做區分 有些機構只收單一性別 有些是混收 在少年機構中 單一性別比較多 因為方便管理 比較不會有機構內 男女感情的問題 兒童機構比較多 會採用混收的模式 現在對兒少機構 都稱作 安置教養機構 但是還是可以從機構的名稱 可以發現不同時代下的意義的不同 例如育幼院 通常都是有歷史的機構 因為台灣光復之後 有許多的孩子 生了沒辦法養 或是因為醫療 散亂造成失親 孩子被迫送進機構 機構給予三餐 住宿、讀書等基本功能 近年來育幼院生意清淡 被迫轉型 因為現代的人生育率低 都生不出孩子 自醫施養的孩子真的很少 育幼院也面臨收不到孩子的狀況 近二、三十年來的新機構 大多以某某家園或某某之家為主 主要是提供家的概念 而不是機構式的思考 我在社會工作近十八年的生涯中 一開始在北市唯一的公社民營少男的安置機構 擔任生輔員 與其他的兩名生輔員 跟一位阿姨一起工作 下午四點上班到隔天 早上九點交完班下班 假日二十四小時值班 一週休一到兩天 最多工作人員時期是四位工作人員 最少工作人員的時候只有我一位 我休假的時候主任來上我的班 當生輔員壓力真的很大 想一想晚上你一個人或是兩個人值班 負責八個孩子 如果小孩子要打架 那就是要一打四喔 這個勝算太小了 我最輕鬆的時期 卻是我當生輔員 只有我一個人的時候 青少年自動自發 起床上學 所有的生活作息都非常正常的生活 我覺得機構主事者如何看待個案 什麼樣的服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下一集我們會詳細的說明這個部分 個案因為有些狀況進來機構 所以許多偏差的行為需要處理 在管理與教育個案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例如抽菸 看來各國都有這樣的問題 如何面對這樣的問題呢 抽菸其實不是一個什麼天大的犯罪行為 雖然法律禁止未成年人抽菸 但是多半的青少年的社工 可以接納孩子的這樣的一個行為 為什麼呢 因為如何使青少年回到正土 比什麼來的重要 抽菸算是一件小事 我在文化大學讀書的時候 那有一段時間去台北市萬華青少年服務中心 那時候簡稱西少 是三木基金會在萬華社區耕耘十多年的一個機構 有一天有一個少年因為與社工有的衝突 少年跟社工說 你有種別種等一下要你好看 過了沒多久少年回來了跟社工道歉 他說他回去跟老大講說 要叫一些小弟要跟他一起去爭口氣 沒想到被老大教訓了一頓 老大說 你知道嗎 那個社工是我的老大耶 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那時候社區如果有兩方青少年要打架 有些細顧 打架前雙方的社工會出來挑緊 人就散去了 這是青少年社工的迷人地方 你要社區的腳頭老大尊重你 那當社工人我們應該要知道 怎樣被道上的人尊重 所以抽菸的問題還是回到尊重兩個字上面 法律所禁止的機構無法給一個地方 讓青少年抽菸 但是青少年要學習什麼時間 什麼地點 什麼情況下 做什麼樣的事情 在機構只是短短的數年 我們要教好他 是如何度過這一生 如何知道不喜歡什麼 如何避免別人不喜歡 有一天離開了機構 才不會被人家討厭 這是管教的核心 而不是矯緻對方 當然有些青少年總是忍不住要辦法 偷東西 如何去除誘因 但總是有人會手癢 在維護青少年的尊嚴下 應該收容就應該收容 該進去感化教育 就應該接受法律的制裁 這是一個重要的學習 犯法要被關 要接受處分 如果少年會害怕不喜歡 他就會避免自己走到 這樣的一個地步 如果很適合監鎖的生活 那我們也只能接受這件事情 我們不是神 我們無法改變所有的人 當我離職回南部的時候 有一個少年告訴我 從出生沒有人這樣陪伴他 陪他逛百貨公司 其實是我自己喜歡掛 他剛來機構的時候 他只能跟我走 又說 你就像我另外一個父親 雖然生我的父親不怎麼樣 在暗示機構中工作 回顧過去的年日 以及所帶過的少年 剛從少官所出來 濁濁的樣子 努力讀書 讀到大學 讀了社工 後來回到機構當生服員 讓我感到非常高興 參加個案的婚禮 也是令我感動 過好自己的醫生 給另一半還有孩子 有好的家庭 對這些孩子來講很不容易 因為要自己摸索 沒有人示範給他們看 所以 你教他什麼 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我是醫務社工師 安德倫 下一集 我們要討論 安置機構的經理 與工人 這是另外一個 機構成敗的指標 因為會說 大家都會說 但是你的機構 能做得到嗎 我們下一次見